哈喽大家好,还是我,鬼鬼 最近啊,后台收到了很多这样的私信 为什么每次恋爱刚开始的时候和他在一起干什么都是甜甜的 热恋期一过,又会开始后悔自己选了他 为什么每次我都觉得我找到了Mr.Right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他不合适了 KY救救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的伴侣啊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突然被一个人吸引住的感觉 那种情况下,你可能满脑子都是那个人 然后呢,你就毫不犹豫地栽进了那个你都还不够熟悉的人的怀抱 甚至会在冲动之下许诺你的一生 然后几个月后,你又会从梦里醒来 开始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不理解和不满意 如果同样冲动经历的姐妹们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告诉我们 为感情错付的苦,KY真的不希望你去承受 所以,今天关于亲密关系的一切栏目 就给大家带来全套恋爱壁垒指南 如果你不确定要不要和他确定严肃的关系 就来看看这期视频 本期干货多多,请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 然后反复观看,认真思考 第一点,千万不要忽略对方的一些细节上的不良行为信号 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他偶尔会撒个小谎 或者有时候会对服务员态度不好 那你一定要尽早回去和他对峙这些事情 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千万不要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这种细小的不良行为的信号 通常都会发展成为亲密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 第二,千万不要许下仅仅是出于冲动的承诺 虽然呢,包括本人在内也实在是很难抵挡激情的诱惑 但是一段亲密关系是否能够顺利的发展 只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根据心理学家Hana Eagle的 有关Dating, Relating and Meeting的研究 生理激情,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想 以及可匹配的沟通风格 都是亲密关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缺少了任何一个 你的亲密关系都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第三,千万不要选择和你有着 截然不同的沟通方式的伴侣 你想想看啊 如果他是一个说话慢吞吞 又有些优如寡断的人 而你又是一个雷厉风行 有话直说的爽快人 那么和他在一起 不断地去顺应他的沟通方式 你真的不会被逼疯吗 其实我们很难在长期的关系当中 逐渐地去顺应这些 所以说如果要和他在一起的话 你最好是在确定严肃关系之前 就去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 否则的话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第四,千万不要和价值观不同的人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三观不合 最好是不要在一起的 但是这里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 千万不要认为你可以改变它的价值观 如果你是一个爱喝啤酒吃披萨的家里宅 就千万别爱上一个注重运动 爱健康的浪子 因为你们每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决定 都可能会带来冲突 而冲突不断的关系 会给双方都造成巨大的压力 所以说不要认为你可以逐步改变对方的价值观 去找一个和你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人吧 第五,不要忽略不来电的问题 不来电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会是一段关系当中的deal breaker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会在刚进入关系的时候安慰自己 现在不喜欢不要紧 安安就会培养出感觉的 等等 感觉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培养出来的 有没有感觉在关系的早期就能非常容易的被察觉到 一次牵手,一次拥抱 甚至只是闻到了对方身上的味道 就能够体会到你是不是真的有感觉 虽然化学反应不一定就是真爱 但是没有化学反应就真的没有爱 第六,千万不要在经济上冒险 要知道再粉红色的恋爱也是要活在俗世里的 如果没有钱的话 你们很难去建立一段共同的生活 如果你的伴侣没有办法赚钱 就不要寄希望于你们在一起之后 这种情况会慢慢改善 如果你依附于你的伴侣生活 记得一定要先在日常生活当中 找出足够的确保他会持续给你提供经济保障的证据 否则这就是一场赌博 第七,不要不顾你内心的不安 你知道走在婚礼红毯上的新郎新娘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吗 答案可能没有那么浪漫 根据Manchester News的报道 有一半的离婚者表示 他们在结婚当天就预感到他们的婚姻注定会失败 Slayter and Gordon的调查也显示 有45%的人并不享受他们办婚礼的日子 而是在担忧当中度过了那一天 如果你们在相处过程中 无法解决这种坠坠不安的疑虑 那就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分开总好过日后年复一年的折磨 第八,千万不要忽视保持界限的需求 要记住你们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 需要各自独处的时间 虽然你们会有共同的生活 但是你也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这一点需要被双方都尊重 所以你们不需要永远和对方做一样的事情 也不需要永远和对方喜欢一样的东西 一定要在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就设立好界限 否则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件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九,不要给对方找借口 原谅对方对其他人的糟糕行为 曾经我们也收到过一则这样的私信 他说他嫁给了一个恶霸 但是他当时天真的以为 他未婚夫对别人刻薄粗鲁也没关系 只要他足够强大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但结婚之后他才发现 自己成了对方的主要施暴对象 最后费尽周折的才离了婚 所以当你发现你的伴侣 对别人粗鲁暴力的时候 千万不要找借口原谅他 不然的话总有一天 暴力的对象会变成你自己 最后一点 千万不要寄希望于未来会更好 而总是为对方的过去辩解 你了解伴侣的过去吗 如果他在和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就想和你深聊他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 和生活中的挣扎所在 那你一定要注意了 他谈论的这些事 甚至是他谈论这些的行为本身 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因为无论如何 他的过去都会极大的影响他的未来 那么你需要掌握的就是 他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感情问题 经济问题 还有法律纠纷等等 否则任何对未来的美好幻想都会破碎 以上就是十个确定关系之前 一定要注意的类区 如果你的他触碰到了这些类区 那么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简单来说 当你可以忽略对方的不良行为信号 心存疑虑 却保持沉默时 就是在给你的未来埋下陷阱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你曾经踩了哪样的雷 然后又是如何摆脱的 为了让你之后少受爱情之苦 从现在开始截图保存笔记 检查一下你的亲密关系 有没有出现上述的问题 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吗 希望我们没有来迟哦 我们下期见